除了香港当局提出的逃犯条例之外 香港的自由法治发展近年来日益 受到北京的干扰 那么令美国的国会也是感到担忧 我们继续连线美国正义记者李一华 来带我们了解最新的情况 一华 好的 林森 那么刚刚的新闻连线当中 我们已经听到了 在新一三这场美国国会级行政当局 中国委员会所召开的 这个香港问题的听证会结束之后 我们也有机会采访了 这个委员会的两党的成员 那么国会议员也的确 对于目前香港的民主自由发展的 各个领域的这个发展呢 受到北京日益严重的这种干扰和侵蚀 是感到非常的担忧 那么就像稍早的这个访谈当中 我们的记者提到的 国会将在下个星期 最快有可能将在下个星期 参众两院就会提出有关于 这个新的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那么这项法案呢 在参与方面将会有卢比奥参议员 和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卡丁参议员所提出 那么在众议院方面呢 也同样有这个两党的议员来共同提出 那么在这场听证会呢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提我们也像这个 结束之后我们也像议员提到说 这个目前的这个香港的现况 是否会影响到美国与香港的关系 未来的发展 对此呢这个议员也表示 他们希望能够在未来 对于香港的这个现状 能够进行一个年度的评估 那么有可能在有必要的情况之下 调整美国与香港之间的关系 我们先来听听委员会的成员 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 史密斯议员他怎么说 我们会推出法案 要求香港进行年度评估 我们和香港达成的协议 是基于香港持续对法治的尊重 如果这些条件不存在了 我们就必须重新考虑和香港的关系 而这将对香港与美国做生意的能力 造成巨大影响 也将市场灾难 我们都必须很谨慎 那么在谈到香港现行的这个 一国两制受到严重的影响之外呢 我们也像有机会向议员提出询问说 这个目前北京当局相当的这个 极力推希望能够推动 一国两制的台湾版本的这个方案 那么对此呢议员也表示 如果台湾选择了这个 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的话 那么目前很有可能 在香港发生的事情 未来也有可能发生在台湾 因此台湾人民应该要 非常的谨慎小心 我们继续来听听中国委员 这个美国国会即行政党 与中国委员会的两位共同主席 他们怎么说 我认为台湾可以看到未来的倒影 无论与中国达成什么样的协议 无论中国共产党给你 什么样的承诺或保证 会给你什么样的未来 他们都不会遵守 我认为台湾人民应该要很谨慎警戒 我们已经看到 中国政府希望发生的事情 已经在香港发生了 这些事情也有可能发生在其他地方 而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 都是非常具有破坏性的 我们还要再观察 就像我刚刚稍早所提到的 在最快下个星期 国会就有可能会推出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那么有关的情况 我们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 那么国会议员也多次地强调 有关于香港的这个问题 不应该被任何 目前美中之间在谈判的事情 所被边缘或影响到 以上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时间交换给主持人林森 好 谢谢一华 这是美国阵营记者李一华 在国会山顿链先报答